陈时中开呛 告诉大家 这样耍嘴皮子不好 网友笑风了 他醒了 原来他知道耍嘴皮子不好 你看到他过去怎么耍过嘴皮子 记不记得 信守年来可以想到十句 粗暴言论大可不必 三加十一我负责 人与人的连结 不要太不满 校正回归 为解封 要怪怪病毒 自主应变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我人生的座右铭就是尽责 哈哈哈哈 好不好笑 真的蛮好笑的 这就是耍嘴皮子 真的是第一名 真的第一名 但是呢他呛这个蒋万安 有没有 说这个蒋万安 因为蒋万安讲这个上书很机灵 然后你看看 现在很有趣 蛮罕见的 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被告 但现在呢 所有人都在说 陈时中拜托拜托来告我 有没有朱学恒 我们昨天讲的朱学恒 徐晓 罗志强 今天又来一个 这个大家也很喜欢 有没有 这个卡提诺狂新闻 在影片上就放上 这个韩国电影的这个图啊 对比 有没有 就是这个 陈时中本来说要提告 要报案 也就是说欢迎二创 不知道再讲什么 那大家现在全部都放 全部都放 来告 拜托来告 拜托来告 为什么陈时中到现在还不告呢 好奇怪哦 另外他报孩子的照片 也被大家拿出来讲 因为你记不记得 那天他在报孩子的时候 脸很臭 我觉得很奇怪哦 不管一个人 在冷酷的人 通常手里面是婴儿的时候 那个脸上的表情 自然就会柔和 你知道 我觉得那是一种 人性的一种反应 因为太可爱了嘛 然后你会小心翼翼的 把它呵护得很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天看了那天照片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二人不知道 孩子是这种表情 看起来就是满脸不高兴 而且旁边那妈妈 都有点怕 虽然是个假婴儿 但因为她没有拖住 孩子的屁股 就是抓住腰这边 所以很多妈妈 就想把手伸过去 帮她一个忙 后来呢 大概这个事情 也让很多人觉得 原来你是这种人 就马上就po出 以前小时候 这个抱孩子的一些照片 等等之类的 不断地在调她的人设 不断地在调 不断地在调 那说到耍嘴皮子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大家 最不能接受的 主要就是蒋万安 免治马桶的事情 他说上书大人 真机灵 陈时中很愤怒 一个做过律师 有法律背景的候选人 这样耍嘴皮子 我觉得这样不好 下面统统都是网友 冷嘲热讽 只准自己耍嘴皮 不准别人耍妈 最会耍嘴皮的 受不了被嘴 很像老爸在摆架子 叫小孩子不要顶嘴 笑死啊 插话王 说别人耍嘴皮 这个蒋大使你怎么看待 陈时中叫别人 不要耍嘴皮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 对啊 他这个缺乏自知之明 还有就是他反正就是 信口胡言 我记得他以前还讲说 这个病毒跑得没有 公文跑得没有病毒快 对啊 这个人这个 说谎是挺有天才的 什么还有他气质防疫行 不是他讲的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 太多庆竹难输 都是 这个已经把所有官员的人设 全部都破坏掉了 一个国家的官员 其实他是从事 蛮严肃的公共事务 把台湾政府的人设破坏掉 完全破坏掉了 他这个是负责 肩膀上藏了很大的责任 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 真的全台湾的老百姓的生命 掌握在他手上 而且你看政府什么时候 给一个官员 给了他八千多亿 把所有资源给他 当时通过那个特别条例 还给他一种 准司法权 那给他太大的权力了 结果这个人是如此的玩事不公 如此的 对任何的事情 都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 然后推责任 然后还含沙隐色 然后做坏事的时候 脸不红心不喘 然后你看他发生多少事 吃喝红酒对不对 去唱歌 都是在他公务的时间 然后他还要把自己讲的 跟圣人一样 而且我觉得 因为防疫这件事情牵扯到人命 那他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大家或许也可以谅解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善尽美 但他对于人命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温度 就是让大家最不能接受 你看抱着孩子 脸的表情这么臭 然后台湾死多少人 他说要怪就怪病毒 有没有就大家自主应变 你指挥官 我自主应变我还要你干嘛 有没有 什么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不要太不满 然后我负责 粗暴言论大可不必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人可以留下很多金句 这金句有正面的有负面的 但他留下的金句 其实都是打脸他自己 最好的一个句子 所以今天由他去笑讲万安 说耍嘴皮子 难怪大家会说 陈先生你醒了 所以其实他选这个选举 等于是让自己的过去 那种恶言恶行 再次拿出 让全台湾老百姓 再重新再来检视一遍 给大家一个检验的机会 检验的机会 我觉得他走这条路 也是我觉得也是上天 惩罚他的一条路 真的 他实在是没有必要 然后很多事情 很快现在就要报了 很快要报了 他这个 我觉得我还是认为 他们有刑事法律上的责任 因为我是做公务员 过去做三十年 这也不能说自己站站进去 可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职责 你自己该进的职责 你凭着良心去做 然后尽量去做好 尤其在国家处于灾难的时候 你看看去护航一个 一个民间的一个疫苗 然后去阻挡民间去买疫苗 然后出了问题都是他们的行政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三加十一 这个时候然后最后还要把万华抹黑 然后他居然笨到说再回到台北市来选 万华老百姓会忘记他吗 他那个时候到达万华一爬 这种作为不要说做一个市长 他真的做一个人这种 我觉得都不够格 那还要妄图大位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来检验 不会忘记他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让 不晓得他自己会不会反省 可是我们会随时提出来 让他知道他走过的路 这一路走来看到 就不只是能力跟品格的问题 还包括法律的问题 我觉得法律的问题很重要 好我要问他介大使 这个陈世忠一直纠结在他的人设 当然他的人设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但是如果失去了诚信 他还有人设又有什么用 他就算成为一个暖男也好 这个什么爷爷也好 如果是一个你看到 撒谎不扎眼 然后欺骗台湾人民 然后阻挡疫苗 这种人设对他来讲是挥之不去的 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个选举 陈世忠他们真的是也很会操作 比方说在这个马桶事件之后 就推个杨成林出来 但是后来自己又傻傻的 杨成林都已经快被带风向带走 他又傻傻的他又再去提 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他的杀伤力有多大 在今天他就是轻描淡写 感觉上他就是要淡化这个事情 但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印象很深刻 而且真的是一大串 讲都讲不完 你知道过去他讲的经据太多 让大家的仇恨值太高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 是不是会加深他的仇恨值 他有办法化解吗 他再多的暖男人社会有效吗 我觉得他这个没有办法化解了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上的瑕疵 他是卫生服务部长 在那个时候是为了要救我们的人命 救台湾 他不是只是台北市 他是整个台湾的老百姓的命 那时候抄在他手上 从来没有一个台湾有 除非打战争了 这个瘟疫的时候 我们台湾老百姓的健康生命 掌握在他手上 杀全国的人命 全国的人命 他手上有资源 而且他能够有生杀大权 他说放疫苗就进来了 他说不准放就没有疫苗 那个时候多少人在等待疫苗救命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道德上严重的瑕疵 这为什么今天慈激有这样的道德勇气 其实我认为是一种道德使命了 这是一种使命了 为什么 慈激非讲不可 这种人怎么能让他继续在这个政治上 还继续怎么样 掌握重权 掌握极大的资源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又发生了 又杀同样的灾难 你能对这种人放心吗 所以慈激应该也是纠结了很久 忍到现在你看 宗教团体向来不愿意涉入政治 就算是被黑被骂也都默默地忍受 其实台积电也是 那一路走到现在真的是让人敬重 但是此刻大势大非的时刻到了吗 这个真的是大势大非 而且真的是太离谱了 古今中外全世界 在面临这种灾难的时候 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这样子把这个救命的物资 这样子把它挡在外面 然后挑三拣四 最离谱的 在台湾人民最需要疫苗的时候 我们的1500万不是政府 政府替我们争取到来 我们那时候用的疫苗 大家可以想的记得很清楚 不是这些团体公司他买的 就是外国政府送的 我们什么时候会沦落到那种程度 对啊 还记不记得那个口号 台湾可以帮助 就后来变成台湾需要帮助 对啊 那个是一个 我们都经过那个非常痛苦的日子 真的是不太愿意去回忆那一段 那我问一下 基大使你打什么疫苗 我是打BNT 你就打BNT 我打两剂都别 所以你算是比较高级版 没有 我们BNT都打不到 没有 我是好像正好轮到了 反正我也 你打得比较晚一点嘛 对 我打得比较晚一点 可是我还是打到了 但是我印象好深刻 那时候打到BNT的人都好得意 你知道吗 我同时都说 哎呀 我打到BNT了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蛮得意 因为那时候AZ有血栓的问题嘛 所以大家很担心 记不记得 对 换起一下大家的记忆 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痛苦的台湾 黑暗期的台湾 好 今天我们谈这一题 你看看 这个中秋廉假的最后一天 明天要上班上课了 今天有没有流量啪一下 整个冲好高 因为大家终于看到真相大白的一刻 陈思忠拜托你明天开个记者会好不好 出来针对今天所有的问题 能不能够讲清楚 你当时这样黑BNT 然后呢 你要不要出来跟人家执行长对质一下 要不要呢 我真的好希望 然后拜托台积电还有洪海 能不能也出来讲一下 虽然这样子好像有点为难你们 慈禧不要怕 这个全民给你当后盾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少年 就是 感谢观看